哇 欸 不過很有用欸 欸 你們是有心電感應是不是 你覺得跟老公一起創業 有沒有什麼很挑戰的地方 其實蠻可怕的 他很會美化整個事情 叫他自己去沉浸下來 就是放著不管嘛 很會講話 對 很會講話 欸 我覺得男生很會講話很有用 那你們的吵架模式是怎麼樣 他屬於會比較愛唸的那一種嘛 對 然後我是屬於 就是聽他唸這樣子 對邊進 這邊出 你弄得住喔 歡迎來到Peggy From Show的Podcast 今天我們邀請到阿美 耶 阿美應該不用我多做介紹吧 要要要 OK 好 阿美呢跟福哥 福哥現在躲在我們鏡頭後面 對 是阿美一個很非常受大家歡迎的一個 服飾品牌的老闆跟老闆娘 對 然後大家應該很常在網路上面 會滑到他們一些很有趣的小影片 喔 然後之前有邀請阿美去Podcast 不好意思喔 哈哈哈哈 因為第一支現在獻給我了 對對對 我的第一支獻給她了 Oh well 你平常比較喜歡人家叫你阿美還是Chloe啊 阿美比較多 但可以我也可以 喔 OK OK 因為我一直不太確定我到底應該叫你阿美 還是應該叫你Chloe 阿美是比較親切 但是你講英文很好聽 所以叫Chloe蠻好的 喔 好好好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叫Chloe 那你們是一起創業對不對 對 我們是一起創業 一起一起開始的 你們已經創業多久了 其實我沒有真的認真算耶 應該三四年吧 三四年 你走到哪裡都會看到阿美的衣服 我是說真的 我今天身上這件也是 然後謝謝 因為我自己平常在節目上面 很多人都因為我說你衣服是什麼的 大部分都是阿美的 OK 我就有時候沒有特別tag 就是你們就不用多穩了 因為我大部分的衣服都是阿美的 感謝 然後我常常在滑Instagram的時候 也會看到超多人都是 穿我們家衣服 怎麼樣到處都會撞到阿美的衣服 很感謝大家 超級好看 那雖然福哥在這邊 但我還是要問一個 福哥你耳朵可以先嗚起來一下 嗚起來好 你覺得跟老公一起創業 有沒有什麼很挑戰的地方 有耶 真的會嗎 有什麼有什麼 其實蠻可怕的 開門可以先出去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 因為很可怕的原因在 我們24小時幾乎綁在一起 你能想像嗎 我可以 因為我就是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我很想要找一個人說 告訴我我不是孤單的 不是揪威跟很奇怪 我覺得有好處跟壞處 然後我們要先講好的還不好的 先講不好的 這樣你等一下好的可以圓回來 就說可是他其實還是很貼心啦 對對對 不好的應該就是一定會有一些爭執 因為一定會有意見不合的時候 對 然後 但是 我們是有磨合啦 就是像剛開始一定就是 可能會比較堅持個人的意見 應該都會吧 你有會嗎 有的時候會 但是後來慢慢的我們 就是有抓到一些小技巧 就是因為他 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他就是邏輯蠻強的 然後他比較對未來的視角 幾年以後的視角 他看的比較前面 但我看的比較近 你懂嗎 他看的比較遠 所以有時候我會比較聽他那個專業的那一塊 去聽他分析說這應該怎麼做 因為以後可能會影響到什麼事情 對對對 尤其他對數字那種很親民啦 然後就是屬於比較感覺類的 對 設計那個美感類的 所以他就會 我在意的這塊他會比較 會給我一些空間這樣子 我們就不會因為這樣子然後 溝通不良 所以你們現在其實是有分配好 就譬如說如果是設計啊美感類 就是聽你的 如果有意見分歧的時候 可是如果有關數字啊 或者是有關一些策略 會聽他的 是這樣嗎 對 那這樣子有一點完蛋 因為我都覺得我比較厲害耶 哈哈哈哈 好像沒有辦法分 是嗎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嗯好 那還有什麼其他小配方 快來分享 小配方吧 我想一下 有時候如果真的卡住我們兩個 我覺得我們會多聽其他人的建議 有些比較專業的人 OKOK 所以可能不止一個人 可能在這行業 或者是一樣是當公司的老闆 或怎麼樣職位人 我們都會去參考 像我有問過你的其中一個問題 可能 對對對 就是會有一些類似這樣子 對啊 如果大家遇到有一些撞腔期的 對啊 或者是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像我跟他啊 我們就是 他也會很堅持他的點 我也會很堅持我的點 然後就變成兩個人僵持不下 對 可是如果你開始問一些身邊的人 你就會覺得 嗯 好像別人的話比較聽得下去耶 明明講一模一樣的東西哦 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都會這樣 很有道理 然後他心裡想 我就跟你講一樣的事情 為什麼我講你就不聽 嗯 對會耶 真的會對不對 對 所以聽別人的意見蠻好的 我覺得是 有時候如果把其他人 一起來討論的時候 對啊 那你們通常會 譬如說像是設計或是什麼 你們會有遇到的是什麼 類似怎麼樣的問題 設計的話 啊 我們看一下鏡頭 哈哈哈 設計類應該就是 啊我在乎的可能就是整體的那個美感 然後他可能會比較在意 至中 你知道文字上面 或是文字的字型 嗯嗯 對 因為我們兩個在意的東西不一樣 哇 連字型耶 對 所以他其實是很細心的男生耶 因為你做一張圖 對對對 嗯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看你們的一些影片 然後我就會發現 你跟福哥一起創業是一個很對的partner 因為他其實是很有美感的男生耶 我是看到你們好像是去義大利還是哪裡的 你們有在分享你們的戰利品 對 他買的像風衣的 有帽子的那件 對 超好看 對 對很好看 我覺得一般男生不會懂 就是有些男生的那個美感 我就會覺得 喔很像牛郎 然後可是他穿出來的 我就會覺得 嗯 真的是有品味的男生 然後又不會太gay by 就是又有點休閒 然後可是就覺得很好看 不會太突兀那種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我其實會去偷偷觀察一下 你們的一些網站啊 或什麼的 我有發現說就是你們的整個排版 你們的色系都很用心 你們會想一個風格 然後呈現給人家 然後就一直維持這個風格 有嗎還是我自己都會想的 我們是每個月可能都會有一個主題風格 對對對 所以呈現方式可能會有一點小落差 會對 跟著服裝走這樣子 優點可以講的 剛剛已經講完了 優點就是會有聊不完的話耶 你們會嗎 有的時候會 可是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回到家 然後就窩在那個沙發上面 就我滑我的手機他滑他的 然後就會變成 可能會不講話的時候就完全不講話 會啊我們也會這樣子啊 也會 很沉默 然後就是我們會有一段時間 是完全我們互相都不講話 可是有時候又會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明明已經要工作 會不會什麼 還是一直在講 然後我就說還是你陪我去好了 然後我們就沿路一直講一直講 會有很多話的時候 就是很兩期就對了 對對我們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在外面工作 你講太多話什麼也是 蠻想要有自己的空間 對對對 而且可能因為我的工作性質 很多時候又是講話 嗯 一直講一直講 你回到家你就真的不想再講話了 理解 對 真的會有這樣子的時候 會 那你們兩個是誰話比較多啊 欸好像差不多耶 我覺得差不多耶 但是我覺得我雖然女生裡面話不是那麼多的 我有覺得 喔你有覺得嗎 嗯 我今天一開始有一點緊張 我有發現譬如說你們在錄影片啊 對 好像有時候講話主要會不會是 符歌在拉主key 然後他丟幾個問題給你 然後你可能回一下 然後可是 我沒有惡意喔 可是你也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句點的感覺 就是會去句點叫他 然後他就要再想一個 然後繼續 然後我昨天就不再做功課 我就一直想哇怎麼辦 我等一下一定要一直想很多的東西講 就是你如果一停下來 我就要趕快再用功課 小小 趕快一點緊張小小的 但是還好 我覺得就是看到本人之後 然後剛剛我們前面他們在say的時候 我們在聊 我就覺得 喔其實還好啊 沒有我想的那麼嚴重 我剛剛想到酒要不要拿出來開了 就是 對我一開始有一點點 我之前在 嗯有我之前直播的時候 我也是很怕就是 講不出來什麼話 所以我也會搭配一點酒喝 真的有幫助對不對 真的有幫助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喝一點 我就是想說 就是今天不敢開車 對 要不然我本來 我傳給你的停車場 就是因為我自己先插好 要給我自己喝 然後我剛剛就是要來以前 然後 那肚子一直在嚼 我想說哇完蛋了 等一下話我真的想不出來 算了算了我今天喝酒 今天坐Uber 今天不開車了 對就是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可愛喔 對 那你在做這個以前 你的工作是什麼 你是做哪一個方面的 我做服務業 嗯哼 嗯之前有賣過清品 然後我還賣過優格 我一剛開始 最早出來是做醫美 嗯哼 對 然後才做冰淇淋優格 又轉到精品 嗯 對 都是要跟人接觸的 都跟人接觸的 可是你自己是算比較是外向的人 還是內向的人呢 我應該騙外向的 嗯 但又不是到那麼外向很喜歡去 交朋友的內心 那如果是譬如說一群 你新認識的人 嗯 你是會一直跟大家聊天那種嗎 還是你是會比較縮起來 然後稍微觀察一下 然後再決定你的下一步的人 啊 你說大家都不認識的狀況嗎 嗯嗯嗯 我應該還是先找那個認識的人 那如果真的都不認識的話 我應該會看 可能我喜歡的那個人吧 我可能主動去 找他聊天之類的 嗯嗯嗯 對 啊或者是一個主題很好講 嗯 欸我看過你的影片 這樣就可以開始講 對對對 說好喜歡你 我追蹤你啊 好喜歡你的什麼什麼 嗯 啊對這個 這還不錯 因為我我常常收到譬如說 品牌這種活動的邀約啊 嗯 然後每次我今天問我 我就想說 哦 這樣在現場去就要尬聊欸 要不然就是你真的都不認識 我好怕那種情況 我就可以裝忙 我也很怕 我就開始很裝忙 一直找事情 你說滑手機嗎 也不是 因為滑手機就是感覺 你自己把自己拉到旁邊的感覺 可能我上一次去的是 要手作的 嗯 然後所以我就是會很沉浸在自己的手作裡面 不然就是還好那天我在攝影師 我就一直跟攝影師講話 對 就我就不需要去旁邊收手 我很害怕 我也蠻害怕 所以我蠻常就是希望福哥跟我一起 對啊 真的我覺得 很很重要啊 真的 真的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跟誰講話 有一個伴 對 還好你可以跟他聊天 真的 有時候我也會讓我男朋友去 就是因為 我只要旁邊有那麼多人 我就可以跟很多人感覺都有在互動 沒錯沒錯 可惜你都沒有在跟人家 哈哈哈哈 厭惡 但 真的我會這樣子 那 你平常應該是比較理性的人對不對 蛤 我 啊這個 我沒有聊過 我覺得我是感性的 然後他是偏理性的 他看得出來是理性 但我覺得你應該是說跟一般人 比起來算 理性嗎 你們吵架是什麼樣子 我們吵架喔 想一下 就是可能唸個幾句 然後就停了這樣子 不會很生氣 一直吵一直爭爭 不是不是 像我 像我就不會 那真的是很理性的人 你有可能因為我太不理性 你會很火爆那種是不是 我不會很火爆 可是我就是會一直爭 因為我就覺得我就沒有錯啊 然後就會爭爭爭爭 爭到最後我就不講話了 我們的吵架方式這樣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同議題有不一樣的 狀況 就是 如果今天我自己覺得我有錯 然後我就會 就會說 喔好啦 對不起啦 然後我就知道他在不爽 趕快去做做家事啊 就裝一下 出來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所以不同情況 然後如果今天是他知道他理虧 他也會 就我就會不講話 我就會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可能耳機也戴上 就完全不想聽他講話 他就會開始去洗地板啊 然後開始洗碗啊 類似這樣子 對 那你們的吵架模式是怎麼樣 我們吵架模式喔 講完之後就兩邊各自冷戰嗎 外面有看著我看到 你是在說他嗎 他會一直 他屬於會比較愛念的那一種啦 喔 對 然後我是屬於 就是聽他念這樣子 然後可能這邊進這邊出 你弄美條喔 如果他一直講一直講 今天昨天晚上我們要睡前 他一直講一直講 我就會這樣 嗯 嗯 他說你是想要我閉嘴 我說嗯 就是譬如說他在講了 很怕被念這樣子 而且我男朋友他很厲害的一點 是他會用反著講 譬如說像今天早上 他要煎蛋嘛 我說欸好 那你煎蛋我去煮咖啡 結果我就去弄我自己的保養品 我就忘記了 等到我要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忘記煮咖啡這件事情 他就 他自己把蛋煎完 他就會跟我說 喔Baby 謝謝你的咖啡 我都會想到 喔對 沒有咖啡 他就會這樣子 就是他會故意用這種開玩笑的方式 這還不錯欸 這張還不錯欸 對對對 就是我會笑出來 然後我就說對不起啦 然後我就要開始要去 要去弄 他說來不及 我要出門了 他就趕快遲遲要出門 然後要離開以前 他還會說 喔真的謝謝你的咖啡喔 哈哈哈哈 他會這樣子 好刁 我男朋友的方式是這樣子 那還不錯啊 就是邊開玩笑 但是你又覺得 喔 很不好意思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學起來 就是他很常 可以學 這蠻不錯的 他超級會 而且他反應很快 就是他會用這種 很北藍的方式 然後又讓你就覺得 好啦對不起啦 對不起 這樣子 就兩個人就不會吵起來 嗯 但年輕的時候 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我也是偏火爆的 我當然也是會反擊回去 喔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了 我有一次看你的線動 然後我想到你有一次說 福哥說 他是一個火爆的人 然後遇上什麼 是不是他的刺青 還是什麼東西的 喔對 他的刺青 因為他有刺一個那個 那個 炸彈 嗯嗯嗯 對然後 表現他自己 對對對 火爆成 我覺得我就是這樣子 我跟我男朋友的關係 我覺得那個會爆炸 那個 真的 那你跟福哥是一樣的人 然後你就是去安撫他的那個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對 就跟我男朋友一樣 就是我是那個會 而且他都不知道點燃的點是哪裡 就是突然會 砰 走開 你知道嗎 他就會開始開玩笑 我覺得說不定就這樣 也就是 養成他很愛開玩笑 還是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相處 對啦 開玩笑 嗯 我覺得兩個人的關係好像應該是要這樣子 對不對 嗯 才有辦法 一直相處下去 就像朋友一樣吧 對 對 真的是 那譬如說像你們常常在網路上面 你會分享你們兩個相處啊 或者是任何生活上的東西 你會收到網友的一些 譬如說酸言酸語啊 還是批評嗎 我自己覺得 嗯 我覺得你是很安全的一個人 所以我 很安全 我 真的啊 因為像我就是 嗯 自己吹三粒我不會說的 就是一天到晚在那邊亂嗆人 所以我就一定很常被罵 我就是一定很習慣了 可是如果是你呢 因為我覺得你們都是很 你們是打比較安全牌的 就是都是感覺很溫馨 然後也不會特別去 去攻擊別人 對 或是開玩笑的那一種 這種還是會收到網友的攻擊嗎 嗯 其實平常比較沒有啦 嗯 比較少 比較少對不對 但也是偶爾還是會遇到一些比較 酸民嗎 那個叫酸民嗎 對啊 可能講話對你就是 嗯 不是很舒服的那種 嗯 對 也有 那通常遇到這種你會怎麼處理 嗯 像以前 會影響到你的心情嗎 其實剛開始會耶 哦 對啊 還是會啊 因為可能這種比較少出現的 還是會影響到 對 然後剛開始我就是看到 然後嗯 我我會跟那個福哥分享 嗯 對 然後他就很帥啊 他就在我面前就是 罵他 對 有人幫你罵你覺得好過一天 有人幫我出氣的感覺 真的真的 對 然後他也會安慰我一下 然後 也是會跟我說怎麼樣去回復 或是 有時候也不用特別去理會這樣子 嗯 對 那像你們平常 呈現出來 我會覺得都是很歡樂很開心的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好像 應該昨天吧 昨天你的線動有發到說 哦 這兩個禮拜的心情卡卡的 嗯 我就會覺得 嗯 我在線動上完全看不出來耶 看不出來 對 所以你是平常是跟身邊的人也是這樣子嗎 你是在螢幕上面會比較習慣呈現給人家是比較開心的樣子 還是你連跟身邊的人其實也會 應該是跟我很親近的人會知道 但是我也不會特別 像那兩週可能 覺得心情還好悶悶的 嗯 也不會特別跟朋友講 除非我真的有遇到他 或者是他真的有主動問我什麼 我才會講 我也不是 屬於就是要跟大家講的人 對 所以你會比較喜歡就是呈現比較開心的樣子給人家看 我其實就是喜歡分享比較 我覺得有趣的 嗯 然後但是覺得不錯開心的 我當然會想分享 嗯 然後有些真的比較負面一點的情緒 我沒有想要讓大家知道 好像我也不想要人家就是吸收你這些不是很好的 也沒有好處啊 而且說不定你其實也沒有想要聽他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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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就是負面的 嗯 嗯 那種 對 我可以理解 嗯 因為像我也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大家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如果我那陣子可能心情有不好 我可能就是發的東西 你不會感覺那麼小小的感覺 我都常常會飛來飛去的 會會 我的方法就是可能我有時候去爬山啦 你很自然的心情就好了耶 真的 嗯 尤其運動應該很快就好了 對 對呀 我只要一步爽就去跑步 對 你跑個30分鐘 或者是一個小時 你那個腦子裡面那個腦內飛還是多巴胺 我不知道不要糾正我 我不知道 就是某一個東西chemicals就是跑出來 然後就是你就真的心情自然就好了 然後你可能在跑步以前就真的覺得很幹 可是跑完就覺得嗯好其實也沒有那麼差 對其實也沒什麼 對 對 我看你們都會錄很多很好玩的影片耶 你們的idea都是哪裡來的 idea很多耶 我覺得他頭腦有蠻多東西的 或是有時候看到國外TikTok他們拍的一些影片 我們兩個就會想說 欸那怎麼樣拍成我們自己的那個感覺 嗯 對 我覺得最近覺得還不錯是 嗯 因為我們比較少去參加一些活動 那我覺得最近有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剛好遇到一些 呃新朋友 嗯哼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在聊天過程也會有一些靈感 我覺得這個蠻不錯的 就是接觸新的東西 對對對 這也是為什麼我很喜歡跟就是內容創作者一起交流 我就覺得大家都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對 然後可能我的東西都會覺得就是很局限在我 局限 局限在我的自己的風格 可是有的時候別人會給你一些他們的想法 然後組在一起就會又變成你的東西 嗯 對 所以我也會就是很喜歡跟不一樣的人交流 對 可是你們都沒有遇到就是點子 真的現在就想不出來到底要錄什麼的時候 會啊 那時候怎麼辦 哈哈哈哈 嘆氣 沒有啦 像呃 像我的話我最近前陣子也有卡住 嗯嗯 就想說好想要創作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 可能大家以前就是喜歡我們的印象可能就是跳舞啊 對 很歡樂 或是旅遊那些的 嗯最想看到的就是這類的 對 然後就想說 欸 這個podcast啊 哈哈哈哈 對我最近有想說欸 跨出一步好像可以就是稍微聊一下 嗯 自己內心 對 然後一些比較說話的內容 嗯 對 嗯 像最近就是買幾本書來看 嗯 有時候看書也是有不一樣的靈感 是不是 對 你可以問你買什麼嗎 我買那本書 什麼40歲的什麼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我幫你提示了 有提示了 哇 好快 你的朋友用耶 對啊 提示機 超快的耶 提示機 好厲害 欸你們是有心電感應是不是 我們剛才問一秒 很厲害對不對 好厲害喔 對啊 欸我今天應該要帶我男朋友來訓練他變這樣 好厲害耶 對很厲害 然後還有 啊我很喜歡聽星座 欸對 妳是牡羊座 我不是 不是牡羊座 我跟金牛座 喔對不起 你在看我火爆 火爆的人就是牡羊座 不是不是 我是走偏的金牛座 然後星座上面也蠻療癒的啊 然後像我前陣子就是有 你知道阿卡西嗎 他比較跟心靈有關係的 對 然後我覺得去去紓壓 聽一聽那個也不錯 妳有試過冥想嗎 冥想我沒試過 但我一直很蠻想試的 很怕 真的喔 我可以傳幾個那個 不同的冥想給妳 我覺得很棒 妳說YouTube嗎 有YouTube的 然後也有App的 喔真的喔 好啊 冥想很舒服 好啊 尤其妳 妳會做瑜伽嗎 還是妳一般就是做重訓 重訓比較多 瑜伽比較少 都是妳之前有傳給我幾個妳運動的那種 我覺得如果是妳搭配瑜伽做啊 妳會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妳會做 整個人就近很多耶 真的喔 因為之前我好朋友他就是帶我做了瑜伽 然後我就不小心睡著了 然後我又醒過來的時候我覺得只過十分鐘 結果已經過一個小時了 就妳整個人就是已經很很很近 完全是一個很 放鬆嗎 很peaceful的狀態 可是是每個人有不一樣的東西啦 就是可能對妳來說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嗯嗯嗯嗯 對 那妳們去旅行那麼多個國家 妳有心裡一個排行 就是妳現在最喜歡哪一個國家嗎 最喜歡 我其實一直都很喜歡那個 我們蜜月去夏威夷 然後最近我覺得義大利有點超過夏威夷的感覺 哪一個部分 義大利很多部分都很好玩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那個 CAPRI 欸我就是在講這個 因為我很想去 我是叫太大聲嚇到你 沒有沒有 沒有 因為我去義大利 妳知道我第一個一定就是 一定要去CAPRI 我就是很想去 因為我媽就在跟我討論說 我們明年要去哪一旅行 夏天嗎 對 欸其實都可以 她沒有 她不管我什麼時候 就是反正 她的時間很好巧 是我的時間 就是我只要決定好我們就一起去 然後我就說我很想要去CAPRI 因為我就會看到是那個有那個洞 然後可以有進水 有 不是有 對有 妳說那個 那叫什麼 藍洞 藍洞 嗯嗯 可是她那個好像也不是隨時都可以進去 對啦 她不能游進去 但是可以開船進去 我朋友他們進去的時候 然後她就說 其實之前好像有別人去 然後幾次都不能 好像不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水漲潮 哦 漲潮的關係 嗯好 像我們那一次就遇到漲潮 所以 她其實不能進去的 然後是船長就說 欸你們要不要游進去 嗯 對 對但是 後來才發現是不能游進去的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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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船長沒跟我們說 沒關係 哈哈哈 她叫我游的 對對對 我們當下真的不知道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講 對啊 對啊 就 孩子有看到那個漂亮的那一面 然後她那邊真的 就很像是 有錢的度假生活耶 嗯哼 整個精品的那個風格啊 他們 每一家店都是裝潢成比較 原本看到LV的樣子 但那邊的LV又變成度假感的LV 哦 你知道很多限定的系列 哦 然後整個走在路上就覺得 哦 這天堂 限定的就有打動 對啊 因為你就不喜歡到處大家都可以買一樣的東西 對 你背回來人家問你說 欸你這個在哪裡買的 哦在 我可以買的 你也買不到 哈哈哈 對你就喜歡限定 限定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他們在路上就是 感覺他們在走秀你知道嗎 嗯 他們白天可能穿的比較比基尼洋裝 比較悠閒的那種 渡假的衣服 然後晚上就是搖身一遍 好像每個人好像真的要走紅地毯的樣子 我覺得他們 有到那麼誇張 有他們衣服穿的很浮誇 所以我覺得 你去到那邊要帶一些戰服過去 哈哈哈 真的 那麼辛苦 好好好 真的 所以你平常白天走在路上 就會看到有人穿Bikini到處走哦 呃那邊有 我最喜歡這種地方 對啊 所以我說那邊要夏天去 嗯 因為我很不喜歡 就是你穿泳衣走在路上 然後大家就可能先遠看你 對對不會 嗯 譬如說台灣 哈哈哈 對啦 可是因為我們 他們比較 哦 其實還好 如果是在肯定就還好 對 那你們旅行會比較是偏佛系的 就是很悠閒派的 你現在想到什麼做什麼 還是其實你們會定一個行程 一定要照著這些 這些東西都一定要去到 我們是定一個大方向的行程 像我們去義大利好的 不是那麼很多都市嘛 嗯 所以我們可能就挑好說 誒那我們佛倫是可能就去到 哪一個點 大概待個三天或四天嘛 我們大概就設定 誒我們一天大概是 北區或東區或怎麼樣 然後那個定點 我們當天就是一個很隨性的路線 嗯 對 大概就是安排好大概是哪一區 哪一區這樣 都是誰在做功課 我老公比較多 哦 好好好 我們也是 你們也是嘛 我真的只出人 我真的只出人 連行李他都要自己想辦法 不是啊行李你自己整理吧 如果是衣服啊 或者是彩妝這些 當然是我自己 帶我要的 因為他不知道我要帶什麼 可是因為我們很常出國 是去爬山 去露營 然後露營所有的裝備 就是我都不管 而且他會要知道說我會怕冷 因為我就會在那邊 嗨嗨叫然後不幫忙嘛 所以他就要先把我 確定我是暖的 才不會到時候他在那邊生活 然後他要跟我在那邊 靠北靠步的 所以他就會先幫我 準備好所有我的東西 比如說我的襪子 他會幫我戴雙層襪子啊 什麼什麼這些的 哇好貼心哦 他是在幫自己著想 免得他自己 對啦 這樣你下一次才會想去是不是 還是 也不是耶 他真的很貼心耶 我如果旅行就是一個廢人 所以我就真的 我只想把我自己的東西戴好 然後我就出人 比如說我們去美國露營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我沒有戴到毛毛 他說我戴了 我沒有戴襪子 我戴了 就是所以我所有丟出來的東西 他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也都是他在 他在做功課 然後決定 很棒 那他會先給你討論嗎 會就是飯店什麼的 我們大概討論一下 就他查好 然後跟你說這幾個你來選 對對 然後他可能給我三間說 你選哪一間 我說這個 很幸福耶 蛮好的 但是他就比較辛苦啦 對啦 幸福開心 Happy wife 對啦 Happy wife 對對沒錯沒錯 真的 很讚 真的 那如果是公司裡面呢 通常你會負責哪些 譬如說如果是員工啊 不管面試啊 或者像你們決定一些什麼 這種你們是怎麼分配的 分配的話 關於美的東西可能就是 在我手上這樣子 然後關於比較人 或是跟錢有關係的 就會在福根那邊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OKOK 數字類的就他管 對對對 那所以你們的衣服 都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就是我跟另外一個設計師 嗯 那你的idea都是哪裡來的 很多耶 網路上啊 或者是雜誌啊 主要是這兩個為主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你很有你自己的想法 然後 所有東西在你身上 看起來又不違和 就都很像你的東西 都很像我的 對對對 因為譬如說 有一些衣服的品牌 他們可能 每一季的那個風格都不一樣 那可能這個 這一季適合 這個人 然後下一季 可能又走另外一個風格 對 可是就是你們家的衣服 都很像你的東西 可是又都很不一樣 然後我又看你們有 開箱你們 你們家 喔我好喜歡那邊綠色的牆 喔你很喜歡那個綠色的 好漂亮 可是那個顏色 就不是一般人該選的顏色 喔我覺得啦 那顏色有一點挑 而且需要 我覺得 也需要懂一點美感的人 才會 知道他好看 我的意思就是我是懂的人 因為像我們裝潢我們自己家 然後我的牆 我一開始是選沒有到你那麼深 可是它是有一點點 淺綠色 嗯 這個算灰綠色的這種顏色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看 對 然後但我男朋友就會說 你為什麼要把一面牆七成綠的 他說好看啊 不然咧 不然還可以因為什麼原因 可是就因為他這樣子 所以我就只好去把它調到 再淺一點 就不會到那麼明顯 一看就是綠色的 沒有那麼突兀 嗯 哦 對 所以我就覺得哇很厲害 就是你 不管是你們家裡的擺設啊 你會去想放一些什麼盤子啊 或者是多一個鏡子 然後就讓整個的擺設就覺得很有質感 哦謝謝 就是不是只有靠裝潢 你的這些 idea是哪裡來 還是你本身就是一個很有美感的人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這樣也沒有關係 本身也蠻喜歡看的啦 真的 你平常都看什麼 我推薦給我男朋友 你說看什麼嗎 對啊 然後從IG裡面看 或是Pinterest 有有有 我也會去Pinterest找一些 對啊 那邊就很多 找靈感 或者是譬如說我要拍照 想Post啊什麼 全部Pinterest真的萬用 很多 真的 什麼情侶的Post 或者是 對對對 都有的對不對 Pinterest現在有沒有在下廣告啊 我們自己發票去給你們 哈哈哈哈 對那真的很好用 像我們之前出去 拍外景 有其中一看就是我們大家要拍照 嗯 真的就想不到 你就真的Pinterest隨便滑 就會看到很多不同的點子 然後你看到那個 你就會再激發你你其他的靈感 對會耶 真的真的 不管是你在設計啊 或者是你們在錄影片的時候 如果真的突然你就是想不出來了 嗯 你會就放著然後就不想了嗎 就去做別的事情 不逼自己硬要想 好像不會逼自己耶 嗯哼 對 因為當下可能已經是有點焦慮了 我覺得有時候焦慮真的想不出來的東西 真的 我覺得先讓自己放鬆一下 嗯 出去偷偷去 對 對 你去走一走 或者是 真的就是先給自己放一點家 嗯 散步我覺得散步真的很有效 或者是真的就不要做 你就去做別的事情 對對對 然後過一下下回來 我覺得是你的身體已經放鬆下來的時候 就會比較有點子了 嗯 真的是這樣子 有的時候其實我的影片要交件了 對 我想不出來就會想不出來 然後經紀人已經在那邊 欸那個影片要交喔 我想不出來 我就想不出來 那經紀人會不會幫你想 欸會 他有時候也會告訴我就是 欸那你可以試什麼方向 可是我就講 我是一個很control freak 就是我要主導性很強 我就會覺得 嗯不要我要這樣 然後可是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我知道我不要這樣 但我又想不出來我到底要怎樣 對所以我就是 有時候他會跟我說 那不然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不然你要試試看那個 然後我就說 嗯再讓我想一下 嗯 所以就真的會這樣 可是我那時候 如果真的已經想不出來 然後又覺得 很焦慮的時候 我就乾脆不想 我就去跑步 比較放鬆之後 就不會覺得好像 真的好像一直在撞槍 就是想不到東西 因為當下真的也沒辦法想出 真的很好的 而且要做就要做到好 對嗎 對 對啊 就不要硬要 對啊 硬要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有時候是會這樣子 你覺得你算是比較大剌剌的人嗎 還是還好 好像某部分是大剌剌的耶 可能是我觀察的 但不一定是真的 你死下的樣子 就是我會覺得 雖然你好像呈現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 比較大剌剌的 可是你會有你很細膩的地方 嗯 好像是我看你們不知道哪一支影片 就你們講一講然後你就哭了 哦 哦 QA 平常會觸動到你的這個點 通常是什麼 你說哭嗎 有沒有通常一個點 譬如說像我就是一個很冷漠的 所以其實 我其實不太有什麼 比較感性一點的吧 嗯 對就是會觸動到你這個感性 會會會 你覺得是什麼點 嗯 親情好像也有 嗯 然後 怎麼突然說不上來 我覺得我平時是蠻愛 蠻愛哭的耶 就是可能觸到那個點 嗯哼 但我現在突然是講不起來 會不會是 容易感動 會不會都是喝完酒 因為喝完酒會很愛哭 然後哭完隔天 看到臉腫才發現 嗯 我昨天晚上有哭耶 我有時候會這樣子 對 就是已經喝到 自己有哭然後我自己不知道 隔天起來看到那眼睛都拋的 才發現哇 昨天真的喝了很多 會嗎 你會很常喝到斷片嗎 現在比較少 年輕的時候會啦 年紀大了 現在年紀大了 沒有沒有 我也年紀大了 可是本來是覺得還沒有學乖 那平常如果是你哭的時候 他會怎麼處理 誒 或是有時候真的是太感動了 或是怎麼樣 他也是會這樣抱一下這樣 你完全不安慰他懂 看事情 哦 對看事情 對 看是受傷還是感性 感性就叫他去 沉浸一下 哈哈哈哈 咦 他很會美化整個事情 叫他自己去沉浸一下 就是放著不管嘛 你自己處理一下 很會講話 哦 對很會講話 對很會講話 你是不是就愛上他這一點 哈哈 所以被他騙啦 欸我覺得男生很會講話很有用 真的 我男朋友也是這樣 有時候你就真的想貓死他 對 然後可是 你就又覺得他又很油 就在那邊講一些很好笑 你就笑一下 你就知道好 你這樣擺死他 就沒了 就沒事了 真的會這樣子 所以男生要學會說話的藝術 嗯 哦 對 我的話如果 會觸動到我 可能 偶爾偶爾可能是親情 比較會讓我覺得 很感動 嗯 對 我覺得我的個性真的算比較 我不喜歡他呈現這一面給別人看 哦 所以在外面就不會看到我這一面 嗯 可是如果是在家就會 嗯 就是會 才會有看到 比如說看電影看到哭啊 什麼這種橋段 哦 不想在大家面前落淚 嗯 但有時候那個點好像有點難控制 對 我有時候那個點很奇怪 我忘記上一次是看到誰 只是上台主持還是什麼 我就哭了 然後我就想說 他等這個 他等多久了 旁邊的他想說 你誰靠傻 就是完全 沒有沒有任何一個點 然後我就突然就是就就哭了 嗯 我覺得會不會是我們會有一個投射 你會 同理心嗎 嗯 或者可能他跟你的某一個部分很像的時候 就會把你自己去想像成是他現在的這個樣子 嗯 我現在突然想到啦 我一邊在講我一邊 在在想說我那個時候哭 會不會是因為 可能我也會覺得 我很努力做 然後終於可能被 不管是主持啊或什麼 然後突然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在猜我那時候看到他那樣子的時候 我也是會覺得說 他準備了那麼久 終於有機會可以上去的 所以我覺得我猜了 肯頭伸瘦 對對對 我想要偷問一下 你剛剛是我們一在講書 你就已經去找花書了嗎 因為剛好沒多久前我問他這本書 哦 對對對 對對對 找照片 因為像美國的一個很有名的podcast Jo Rogan Experience 他就是專門請一個人 在旁邊隨時喔 他聽到什麼就已經開始在查了 然後所以他們說 欸那個不知道什麼什麼 他就已經丟出答案 哦 所以我以為他剛剛我們已經在講書 他就開始把資料拉出來 然後你這樣想不到哪一本書 在這裡 一秒欸超強 現在還在震驚 真的我覺得你們是一個很棒的搭配 嗯 謝謝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合作 如果福哥要來 我一定要把我男朋友拉來 嗯 太厲害了 就還要學習一下 但他要先學中文啦 哦他 他 他是外國 完全不會 嗯 對對對 完全不會中文 他會只會髒話吧 真的喔 那我們可以跟他學習講英文 哦可以啊 可是我覺得台灣很友善 就是大家都會 很努力的要跟他講英文 對 所以就變成他根本真的 學不到中文 對 然後我才發現 因為以前我們 就是我們自己的語言 我們都不會去想那個文法的地方 我是變成現在開始要教人 我才發現 嗯 很多東西真的 我要自己去思考 然後想過很多很多 才會發現 譬如說 在英文裡面 會有B動詞嗎 MR is 然後可是 我們只有在後面是接 嗯 名詞的時候 才會用是 然後可是如果後面加形容詞 就不會 好有點太不少 不要睡著 等一下 我舉兩個例子 講完就沒了 好 就譬如說他會說 嗯 I'm Landon 他就會說我是 Landon 可是他如果要說 Oh you're beautiful 他會說你是好漂亮 嗯 就他會把那個是放進去 嗯 然後我是聽到他犯錯 我才發現說 中文的文法是這樣 那我就要趕快記下來 對 這樣我才有辦法教 教人家 嗯 好 好結束了結束了 等一下 先不要轉台 嗯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可以 不用太友善的對外國人啊 我不是說要對他們很root 可是就是其實也可以讓他們練習中文 所以他們其實在台灣是想要練習中文的 所以我以後看到外國人就是跟他們講中文 你可以先講中文 然後他 除非他真的就是半句都不通 才開始跟他講英文 嗯 因為有些他其實會自己很 主動想要講中文 對 結果 對方都聽不懂 嗯 然後他會覺得他在講英文 因為他就是每天早上都去幫我點 精品熱拿鐵大杯 就這樣 一百分 我說你再講一次給我聽 我已經聽過他講很多次了 都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結果有一次我們可能去 不知道別的外縣市或什麼 他一看外國人就覺得他一定講英文 他就說我要精品熱拿鐵大杯 然後 他說 蛤 哈哈 慌了 慌了 然後他就回來他就很挫折 他說我點了五分鐘 後面大排長龍 然後我就說那你再講一次你剛剛怎麼講的 他講給我聽之後 嗯你講的沒有錯 應該只是你的臉嚇到他 對對對 對因為像我現在去街訪 我就有發現其實好多外國人 都會講很流利的中文 因為我一開始可能也會就是覺得 喔他們是外國人 然後就跟他講英文 對 然後我就發現 他們也會 如果你跟他講的是英文 他就會用英文回你 你用中文問他 他其實就可以 有些都可以用很流利的回你 嗯 而且連台語都會 下次以後大家可以遇到外國人 可以先跟他講中文 好 好 好 那今天謝謝Chloe 一起來就是跟我們聊天 嗯 謝謝你 謝謝 很棒的經驗呢 哈哈哈 謝謝